23号凌晨4点36分 狠心杀井的林姓凶贤终于被逮捕落网 17个小时的逃亡物尽也曝光 林姓凶贤仿佛游魂爬爬爬噪 杀井后骑脏车到土城高中 再转搭小黄到中西区 搭公车到台南医院 再转搭小黄到保安火车站 原本搭火车要去嘉义 但搭错到屏东 在北上到龙田火车站 转公车到东山再到新营 最后在新营搭白排车 到高雄九如达客运北上新竹 窜逃横跨四大县市流浪600公里 逃亡17小时 认为他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他确实有逃亡的事实 而且有逃亡之余 而且他有灭证之余 所以向法院申请积押 载到凶贤的白排车司机 回响当下真的超怅 凶贤上车要求别用手机 接着同事还狂用无线电呼叫 差一分钟那个司机就应该就没命了 曹信远景遭刺杀殉职 他的哥哥悲痛 在脸书狂轰四大疑点 为何弟弟出勤没配枪 也没提供任何支援 同仁赶到现场 弟弟有意识回答 后来却说血已经流干 外溢间推脱 凶贤不是逃逸 只是休假未归 让曹信远景哥哥怒轰 不要钱要公道 现在林姓凶贤移送递检 检方申请积押 要帮两名惨死远景套个公道 记者台南做不到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撼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